請幫我們講一下這個東西我覺得是難度太高了 我雖然很喜歡做義工 這個對我來說太... 請你講一下你們那邊的成員都是怎麼樣的厲害角色 角色倒是我覺得他們花心來從事義工的工作 我覺得說他們自己會去跟著學習 照樣釘槍、照樣榔頭都可以拿 照樣都可以幫忙砌 他不會把手給打到嗎 其實都還好 我是覺得說他們有很多 而且做得相當的開心 但是油漆、粉刷 像最近有很多他們又有藝術天分 還可以幫人家房子裡面 蓋好之後把房子裡面做美化的動作 相當的溫馨、相當的漂亮 所以很難想像 你沒有去接觸你很難去想像 你可以做到這樣的工作 事實上是可以的 那男女比例怎麼樣 男女比例女生比男生多 比例是多少 5比4 大概有時候都2比1 對 百分之六十是女生喔 對 那這些女生都是做一些小事情吧 出眾的都是男生做吧 當然出眾的是男生做 但是有一些女生他們也相當強 甚至有女生是學木工的 哇他們照樣可以幫忙蓋房子 比如說房子要隔間什麼的 他們照樣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得來 那應該是這些女生有特別的才能才做得到吧 他們願意學習的都可以 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 從事義工工作 也沒有說一定要承擔多少 一定要做多久 所以基本上沒有壓力 所以就是大家花心來做 花心來學習 其實一樣可以把女生的角色扮演得臨裡盡致 你剛剛說了一句話喔 我們在這裡義工裡面經常把它有一句叫做 女人當男人用 男人當超人用 可以想像在我們的義工團裡面 是可以把女人表現得相當的好 女性 那這些女性們也是很喜歡做這樣的一個角色扮演嗎 那女性當男生來做 他們心理上怎麼樣可以接受嗎 其實都是自願的 因為這種要求的就沒有意義了 對不對 都是他們自願來學 學到後來 而且這種話是女生自己講出來的 因為我們一直覺得說 你們不可能做這樣的工作 可是他們覺得說 他們一樣可以 他們一樣可以拿起榔頭 一樣可以拿起言敲 照樣可以跟男生做同樣的工作 當然是很出眾也很累 可是他們覺得說做起來 甘之如矣了 所以就 就不會有這方面的困擾存在 可不可以講一下這個 年齡層怎麼樣 年齡層喔 哇 從小學到七八十歲都有 從小學 對 小學生也可以來幫忙 那不是太危險了嗎 在工地裡面 可以當廚房廚啊 幫忙剪菜啊 挑菜啊 那為什麼要 因為爸爸媽媽來做 他們也跟著來做 而且做得很快樂很高興 他們是 當然我們比較不會讓他 像年紀太小 我們不會讓他進工地 因為會有公安的問題 對對對 所以他們是做伙食組 對 有時候比如說送茶水啊 像這些工作應該都還可以 可以處理得來的 而且他們也做得相當的開心 小朋友讓他們從小就從事這樣 社會的這種 社會的愛心的活動 對小朋友的心理建設也是相當好 好的 你說有七八十歲的 有 有 是不是太少了吧 照樣有 他們都有 有些甚至是從我們的公職退休 他們 我記得有一個 還打到我們的紀錄 照相紀錄 一樣都可以做啊 就像我這樣 Yes 很了解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年紀大一點也沒關係 他不需要做出眾的工作 對對對 來幫忙照照相 也可以 都可以 像我們有幾個 他們甚至來幫忙 工具 你要工具 你跟我講我去找 因為在現場 有時候他們 臨時缺了工具 跟他講 他就趕快去工具車找 或是說 有時候缺個什麼東西 他們都可以幫忙 或是幫忙整理環境也很好啊 幫你整理工具都OK 那些也不會很出眾 所以他們做自己體力能夠承受的 那請問一下60歲以上的 有比例是怎麼樣 蠻高的 蛤 蠻高的 他們退休以後 他們會找到另外一個區塊的目標 蠻高是指多少% 大概 應該25%以上 哇 四分之一是60歲以上 退休人士喔 對對對 也會有 當然 每個T字 每個T字 不一定 我是說 志工團成員 成員 因為 歷年這樣下來 我們也很難去做實際的估算 好的好的 好 謝謝您 謝謝